來關心國內疫情 今天本土零確診 另外新增六例境外移入的個案 大家所關心的中研院 前研究助理染疫的風波 指揮中心採檢了兩百五十九個人 結果東通都是陰性 那麼目前國內有三例Omicron境外移入 所以有醫師建議要縮短第三劑施打的間隔 對這樣建議 衛福部長陳時中則回應 高風險的對象縮短第三劑間隔 這個意義並不大 大家也是關心 如果說持續的疫情穩定的話 什麼時候能夠降級呢 陳時中也透露 希望春節專案之後 可以往降級的方向走了 中研院前研究助理 九號爆出染疫 同棟上班同仁也在當天停止上班 指揮中心公布最新採解精度 共匡列了四百七十九人 篩檢兩百五十九人全是陰性 其餘帶由衛生單位評估是否採檢 目前本土疫情看來沒有擴大維持加零 境外一路個案新增六例 其中四例突破性感染 要嚴防國際Omicron威脅 專家推測Omicron正在流感化 如果貿然打開國門 恐怕還會有其他病毒一同找上門 如果邊境不僅說就要繼續拼疫苗覆蓋率 專家提出第三劑疫苗應考慮間隔時間從五個月再縮短 對於高風險對象陳時中也認為十二月底一到三類人員就能夠打到第三劑 縮短第三劑間隔的意義不大 但仍會交給專家會議討論 對於大家擔心降級會不會遙遙無期 陳時中說執行春節專案完有希望往降級的方向走 華視新聞陳妖琪 徐玉環 台北報導